最近都會開始玩一些手機遊戲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手機遊戲是替代一男的好朋友 這款遊戲叫做《盜夢英雄》 他是走一個亂路風格 什麼都有 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嗯 幹 美杜莎應該要很正啊 他怎麼長這樣 他真的很不好看 長得像迪亞布羅 是暗黑破壞神吧 你感覺不用什麼閃啊 他就自動把他尻到匯犯了 喔喔喔 放招了 放招了 走走走走 喔喔喔喔 喔喔 幹 他放招 喔喔喔喔 喔 會死人欸 這就不能戰裝打了 這就是要好好打 好 手機遊戲還是要有他的操控性戰 欸 美杜莎 美杜莎要死了 撕兩隻了我 所以他就是不停的打 有點像魔術世界推附本的感覺 你第一次其實不太可能全部把他打光 喔喔喔 是這個意思喔 走走走走 啊 美杜莎要中招 真的不好打欸 很痛 等會不會不會不會 被狂追著跑啊 這什麼小精靈欸 叫我跟他走 叫我跟他走然後打架的時候就不見了 根本讓我走啊 太像壓頂了 欸那功夫熊帽裝是感覺很痛欸 連擊點超多下的 可是其實也沒扣多少滴血 這邊盲裝盲 打那麼多下還打一點點 我不喜歡美杜莎的配音 超煩的 美杜莎是美環嗎 欸這配音好像真的有點像欸 先打後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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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全部打光 打一個王 王死了之後小怪就直接死了 所以您就是造夢者大師嗎 請您殺死公主吧 對啊我是造夢者欸 法號孟姨 先抽一張 稀有降臨 拔酒問青天 好啊這一點就是比美杜莎還小嘛 把美杜莎還小 他也會銀絲作對咧 拔酒問青天 拔酒問青天 拔酒問青天我記得是接別句啊 喔是明月幾十九 幾十有 拔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公雀 今夕四何年 這是 這是哪一個啊好熟喔 我國中的時候是不是有唸過 水釣歌頭 喔 舒適的水釣歌頭啦 好啦換了一個貂蟬 比較正了 然後聲音也比較好聽 然後還會銀絲 然後作對 半月斬 代替月亮消滅你 他就不能夠去打我的生化巨人嗎 熊貓那麼可愛不要打他好不好 欸熊貓死了 半月斬半月斬 救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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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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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點像伊莉丹欸 他拿了雙刀 然後又有妖精的耳朵 這根本就一臉受魔力的人一樣啊 碎片舞 所以我要 你看這個大絕招 這個根本就伊莉丹吧 這就是伊莉丹啊 他會變身欸 他就是伊莉丹 他就是伊莉丹 欸幻影刺客咧 你就是伊莉丹吧 你還沒準備好 你還沒準備好 連魔衝的英雄都有 維納絲 他說什麼 馬上就不疼囉 馬上就不疼囉 他是補師 他就是 貓貓劍客 這邊是史惠克裡面那隻 那隻貓嘛 這隻我就有啦 攻破熊喵 那熊貓就熊貓 在那邊叫熊喵 他可以發出一點 野獸的 獅子的叫聲嗎 好空喔 為什麼沒有音效 只有咬人的聲音 他像是一個被靜音的獅子 他被靜音了 他喊諸葛亮 他不就是韜哥唱出師表啊 欸這諸葛亮還蠻帥的欸 現在我有四隻英雄 多抽到了嫦娥跟一些英雄的碎片 完全再來趕進度 還有別的節目 連結貼在聊天室 有興趣的可以去下載 好 先到這一邊